好 各位夜问迷们 如果你希望在今年看到夜问第三集的话 恐怕盼望要落空了 黄柏铭呢 年初的时候本来开心的宣布 他要找曾子丹来拍3D版的夜问第三集 不过最近竟然传出两个人闹翻了 这是香港媒体的报道 说黄柏铭有意让自己的儿子来担任这部电影的导演 取代了原本的导演叶伟信 所以曾子丹非常的不满 于是叫聚拍 另外就有传言也说 曾子丹狮子大开口 他的片酬要5000万港币 大概是2亿台币 所以结论就是他跟黄柏铭两个人已经决裂了 对此曾子丹对外表示 说他尊重黄柏铭是前辈 不过黄柏铭倒是已经证实 说今年他们根本没有希望要拍夜问第三集了